山东平度的工厂员工 灵巧地将假睫毛粘贴包装 平度拥有世界假睫毛制度的称号 这家名为孟雪莉的工厂 每年输出假睫毛到美国 巴西和俄罗斯等国 从家庭的工厂到壮大成为国际的出口商 孟雪莉和平度其他假睫毛工厂的成功背后 少不了北韩供应的睫毛原料 朝鲜的质量比国内是好得多 但是它来的是太慢了 也是那个船要不然就被扣下了 要不然就是什么扣不了岸这那的 扣完了以后到中国又被扣下了 没有办法的 我们也很想用它 又便宜又好 为什么不想用它 说起2020年北韩疫情风控边境 假睫毛出不了货的惨状 经营者格外有感触 北韩向来是假发和假睫毛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地 品质良好的产品进到中国加工 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商品上印的是Med in China 2023年 疫后北韩恢复中国出口的大宗贸易 总共输出1680吨的假睫毛和假发 占北韩出口的六成 总价值约为1.67亿美元 价格比以前超过了五倍多 这些成品在世界各地的美妆店创下了好几百万美元的销售额 南韩假睫毛业者强倪理 特国制裁至今 北韩输出中国制造的稀产地生产方式在国际间流传 多年 成了北韩规避制裁赚取外汇的途径 路透社专访中国和南韩两地假睫毛生产业营运商以及贸易人士 间接证实了这样的说法 北韩工资相当便宜 而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关系的专家研判 这些外销商品创造的庞大利润 北韩政府拿走了将近九成 可能都成了金正恩政权研发军武飞弹的资金 金正恩近来将南韩视为敌对国 宣布放弃两韩和平统一 频频食射飞弹 高调的备战 引发国际间的警觉 而这些穷兵独武的举措 很可能是北韩庞大劳工拿低薪所换取的 由于国际制裁的内容 以禁运军用研发相关的物品以及奢侈品为主 假睫毛等法制品并未被明文的限制 对于自家睫毛商品印上了中国制造的商标 是否违反制裁禁令的疑问 北韩并未回应 而中国则表示 基于北京和平壤的情谊 双方的合作不该被夸大的解释 公事新闻章鼠番编译